900万英镑成交 上集说到 我在英伦地下拍卖会 顺利拍下国宝及文物 清代圆明园中十二生肖授手之一的 击手 然而就在夜松跟那一众权贵富豪离开会场 往外没走多远时 输地 一众来自欧美中东等地的富豪 全都齐齐在柱部中愣住 只见前方保镖栖身的区域中 许多肤色各异身形魁梧的保镖几乎全员挂彩 轻一点的鼻青脸肿 重一点的搭拉着还没来得及去复卫骨折的手臂 甚至是有些嘴角的血迹都还没去清理擦拭完 看到眼前的这一幕 许多权贵富豪无不纷纷变脸 看了看眼前的秦蒙几人 又看了看那一片很是狼狈的外国一众保镖 一时间饶视叶松都有些猛圈 全干翻了 秦蒙点了点头 正儿八经的在声道 一开始实施一队一单挑 接着一队二 二队五 三队十 最后跟他们车轮战 要不是被车轮战消耗太多 宋宇都不用挂彩 听到这 叶松顿时雨夜扎舌 虽然他从不怀疑秦蒙他们的实力 可要说三个人挑翻了对面的好几十号人 还经历了一少敌多跟车轮战 这 叶斗 对方的实力是有的 也对得起保镖这俩字 或许只是安逸日子过久了 导致实力打了点折扣 而咱们可是每日每夜都在练的 训练强度甚至比起部队里头的特训 都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所以不是我吹牛 哪怕对方再多几十号人 咱们也都还是能扛得住的 肥武 你们被吵了 马上完蛋 马上消息 此事早已有了这种心理准备版 那几名黑人保镖转身就走 我可以教你你们吗 目前咱们不对外扩招 不料那名黑人保镖仿佛不死心事的 从口袋中掏出一张名片递给王莽 这是我的名片 如果你们愿意考虑于我 我随家随道 我只想跟着你们别人的跟着 耶先生 你们华国保镖的实力都到如此的步了 华国保镖这四个字的范围太广 我下不了定论 但九州安保 也就是我旗下的安保公司 他们具备这种你所认为的实力 九州安保 他们是你旗下九州安保的安保人员 不然呢 如果你说的合作是相对于九州安保的情况 稍后我把咱们九州安保的负责人的联系方式给你 一个 拍下的那三件门物你打算怎么着 还能怎么着 总不能放着字的收藏 是不 悠悠坐校间 夜松掏出手机 肯定是捐给官方了 先给国内那边打个电话 让他们安排人来过来接收得了 话吧 夜松按下了通讯录中备注为老林的号码 华国燕京 四九城 林家四合院 时差使然 不同于英伦那边的下午时分 已经是入夜的神州大地上 饭后的林家四合院灯火通明 作为官居从一品的林家终生带扛板的林郑 也难得的带着夫人柳瑞陪老爷子闲聊了起来 安 阿松 嗯 你吃饭没 吃了 和你妈回的四合院 跟老爷子他们一块吃的晚饭 哦 那挺好的 阿松 你给我打电话是 来 问候问候你而已 顺便跟你说个事 跟我说个事 在门了 我刚拍下了几件文物 准备捐给国家 琢磨着让您去安排相关人员把文物带回去 什么 你拍下了几件文物想捐给国家 林郑顿急正然不已的愣了起来 没再去绕关子 叶松直言道 嗯 一件是康熙帝的陪葬品九龙玉杯 一件是慈禧死后含在嘴里 后来被孙电英给刀出来的那颗夜明珠 不等叶松再往下说 林郑已是惊声呼气 什么 康熙帝的九龙玉杯 慈禧的那颗夜明珠 或许林郑对于文物的涉及面有限 但对于那种特殊的文物 他毋庸置疑也是有着一定认知的 这些可都是无价之宝来的呀 这竟然 竟然还被叶松给拍了下来 可不等林郑得以怀神 除了九龙玉杯跟夜明珠之外 还有一件 鸡手 嗯 就是当初被英法联军从圆明园里头 夺掠走的十二生孝兽手之一的鸡手 什么 这下 林郑直接从座椅上猛窜起身 失态程度让林朝阳都紧皱起了老眉来 你是从哪的拍卖会上拍下来的 你确定东西是真的 东西假不了 我刚在英伦的一场地下拍卖会上拍下来的 虽然是地下拍卖会 但担保方体跟家族 而且参加拍卖会的 都是来自世界各地的权贵富豪 我之所以能参加 说来还是沾了李海斌的光 是他弄来邀请韩邀我同行的 意思是你现在在英伦 对 爷 你花了多少钱才拍下来几件文物 嗯 九龙玉杯花了1.6英镑 夜明珠花了1.1英镑 至于鸡手900万英镑 夜松直言倒数 相比起华国的文化瑰宝 钱不钱的都是其次了 要是不在场 倒也就罢了 既然在场 既然眼睁睁地看着这种 象征着华国文明所在的亮相现身 别说两三亿英镑 就算二三十亿英镑 我都得带他们回家 一生两三十亿英镑 我都得带他们回家 一下子再次让林郑给谎做 一时间 作为父亲的 他不知该是为之欣慰还是怎样 没等他接查 夜松继续倒 先说到这吧 给您打电话 就是跟您说下文物的事 找您去通知相关部门的人 让他们赶紧安排人到英伦 来接收带回去 毕竟我不知道 还得在英伦待多久 哈 我马上就通知 有关部门的负责人 让他们第一时间 派遣人员过去 行 那就这么说了 回头再聊 怎么了 阿松说什么了 他在拍卖会上 拍下了抗息地的九龙预备 以及慈禧的夜明处 还有原明元 十二生孝兽 首之一的鸡手 什么 你说什么 鸡手 被那群英法砸碎 从原明元里头掠夺而去 至今仍然下落不明的鸡手 没错 阿松是这么说的 他准备无偿捐给国家 让我通知官方的相关部门人员 动身前往英伦 把这三件文物给带回来 好啊好啊 有孙如此 我灵朝阳百年之后 不但能大大方方地 面对我灵家的列祖列宗 还能跟底下那些老伙计 老战友们吹嘘我的孙儿了 既然老眼放红地 瞅着鼻子微微仰头道 这才是我灵家的血脉 这才是我灵朝阳的孙子 三十年的孤苦伶仃 没能压垮他 三十年的智苦之难 也没能摧残他 这是我灵家先祖显灵 先祖显灵啊